今天节目有邀请到一位同修 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学佛经历 那我们有请蔡师兄 蔡师兄您好 蔡师兄你好 蔡师兄问一下 你修学心灵法门有多久了 五六年 那你有参加过师父的法会吗 有四五场 那师父在法会当中有收地址 那你有拜师了吗 有在2019新加坡拜师 拜师其实有什么资格吗 拜师有什么资格 许愿佩金放生一门经济 那听说这个网路上传闻说 拜师要花很多钱 那你在拜师的部分有花到钱吗 没有就住宿跟飞机票钱是 自己要花的 那其他什么法会入场 结缘法宝 还有三餐 那一些都是免费提供的 就是法会现场就会免费结缘 法宝这些东西 包括餐点也是 也是带回结缘的 对就是 义工发薪自己出来做捐功德款的 所以这些都是十方众生的钱财 我们这些拜师的地址 他们就无庸发行 那问一下蔡师兄 你是怎样的一个机缘之下 来接触到信用法门的 什么机缘 那时候大概在2015年 那时候当时在澳大利亚 然后后来听我大嫂说 妈妈中风了 然后当时签证剩半年 然后后来 哥哥也不让我们回来台湾 或者就回来没有意义 原来不如在澳洲 为什么 我们的签证快到了 那一部分说 有在澳大工 我平常都在那边 继续赚钱 你回来也是 你也不能帮 不能帮什么忙 可是那时候 就很难过 那时候 我觉得说 怎么 妈妈会突然中风 所以后来是等签证完的时候 才会来台湾这样 对啊 大概2015回来台湾这样 妈妈后来怎么样 我爸爸就带我去那个 新北仁康医院 然后后来就去见妈妈 然后那时候抱一个很 坎坷的心 就是 就是中午要见到那个 中午要见到那个妈妈 然后当我见到他的时候又是 就是 躺在病床上嘛 就是插管 插鼻胃管 我管那些 我看着妈妈躺在那边 我觉得 人生很无常 就是说长那么大了 我终于赚一点钱了 想说孝顺妈妈的时候 却没有机会 他一躺在床上了 知道 因为 之前的一家说很不懂事情 然后我就觉得说 我在外头赚那么多钱 回来 就是也不能帮妈妈干嘛 就是心里面很 惭愧 就是很愧疚 然后就说 我的人生怎么可以搞得 因为我之前还有做过很多 不好的事情 对 然后就是说 就是说 比如说呢 比如说呢 比如说 然后 使用违禁瓶啊 那时候就是 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年轻不懂事嘛 那时候 二十一岁刚退伍 然后那时候 交往一个四年的女朋友 那时候刚退伍 然后就怀孕了 那她怀孕之后呢就是 就是 因为那时候工作不稳定嘛 家里面又没有钱 就是有 二十年的房贷 家里面的兄弟一起分担讲 那时候想说 不要给家里面压力 就也没跟家里面讲 然后 我们两个讨论 某某的处理 然后两个礼拜之后就 就 从一说把它 流产掉这样 这样 然后流产掉 没半年之后呢就是 又是 感情都淡了嘛 然后 然后她以后来就 我一慢慢放手 她就劈腿 伸手跟爹 然后走 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 就是生了一个很大的 真心 报复 心说 觉得这个社会是很现实 心里非常的 对 不好想要去做报复这样子 对 然后那时候就开始 喝酒啊 使用违禁品啊 这样子啊 那蔡师兄你后来是怎么 戒掉违禁品的 我当时在台东 戒完违禁品之后呢 那个 毒品的残留一直留在我的 脑子跟身体 那时候 就是 人都 傻傻的这样 然后四个大概八年 十年之后 碰到心灵法门 后来一直学佛念经之后 然后过后 一年多吧 有一次在 作为梦中 梦见一个 老人的脸 老人 对 然后后来我就醒来 老人没有跟你 跟你讲 没有 我看到一个老人脸 我就醒来了 醒来了 醒来之后我就 摸我的脸 怎么有一颗痘痘 这样子 我就马上跑去厕所看 这颗 白色如 绿痘花生痘一样 这么大 这么大颗 对 然后还有没有我的胸口 然后还有后脑槽 就是用白色的痘痘 排出来 然后感觉是毒瓶的惨炸 然后透过念经之后 我还想 因为那时候我念经念的行程 然后 戏里面是很黑暗的 是不是 然后后来念经念到的时候 就是把那种 黑漆都念 都是念掉的 念掉 然后那时候才排出这些东西 然后后来我隔天去观音堂 立佛的时候 才听觉那是南京菩萨的加持 对 就梦里就是 才到观音堂的时候 那时候你才知道 就是南京菩萨 对 那时候应该是南京菩萨的加持 然后我之后就很虔诚的在 观音堂 礼拜 做义工 然后抱着人这样 对 太棒了 因为我最想听就是 菩萨救了 不然我 不可能活到现在 对 南京菩萨加持 所以感恩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对 那那你那时候 你说你阿公过世过后 就把伪敬品戒掉 对 用了多久 就马上救 有 我接掉 超级痛苦 接掉 稍微微信 很痛苦 接掉多久 时间第一我已经很混淆 我失忌无助 而且我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 在台东戒掉 就是 自己有一句话就是 转草荀根 转转风吹牛声 就把那些 电话 朋友 全部断绝 然后也 自己也搬去台东 断掉所有的管道 回家的路上 然后捡到一本 福德正神经经 福德正神经经 对 那时候在家里地下室 地下室 地下室捡到的 捡到的 然后捕满了 灰尘 然后后来那时候 那个时候 就有一个声音跟我讲说 捡起来 捡起来你的神经就会不一样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 这假的 另外一种声音的跟我讲说 这假的不可能 不过还是很懒得翻腰 跳一起 我捡起来翻一翻 都是注音的国日 我看得懂 我就边走边看 可以 我就闹一下看 然后从里面我是 了解到一些 沙僧 因果 一些因果问题 后来我就念 念了没多久之后 就一直上马滑走音 看到那个 心理法门如群龙台长的 红法饰品 网路上看到了 他说法会饰品 然后后来他就说 我看了看的时候 觉得很不可思议 觉得这个假忧 这么 这没有开始 一开始的时候都会这样子 对 师傅用的妙法 对 然后后来就一直看 然后有听到说他可以 救治重病 重症病患 重症病患 对 然后后来 就想到觉得妈妈有救了 想到妈妈 突然想到妈妈 妈妈有救了 想到去试安看 后来 他看了两个月后 然后上网去查 心理法门的地址 然后去 在YouTube看到的 社群網站上去查的 然后那个 我就去私讯问 然后不晓得是哪一国的 国家的师兄就跟我说去台北观音堂 然后去台北观音堂之后 就去结缘初学者的法宝 然后 念经法宝 对 他说我跟他说妈妈是重症病患 然后想说 先语念经法宝 然后那边的师兄也很热情的 教我怎么念经 写小房子 然后 然后我不用讲什么 他就知道我姓名在箱子 然后就给我了很多教学的法宝 然后 然后我回去念这样子 然后 然后说如果日后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电话再询问 就很亲切 对 然后后来他们就 各忙各的事务了 他们都是无常的在观音堂做一工 他开始结缘经初回家念的时候 念得很虔诚 那时候我梦 我梦到我在一个 天空 在一个 在一个 在一个地方 它是一片湿来 然后那时候 天色是很昏暗 然后没有太阳这样子 然后 我就感觉我人怎么会 站在这边 然后我突然听到 后面有两声 啵啵的声音 船吗 对 然后我就说 我就回头看 我就回头看 看到一艘很大的船 然后我想说 船好像要开了 我就要赶快我船上跑 一直跑 一直跑上往梯这样子 然后 后来就掉下一根 是 这么粗的绳子吧 伸缩 爬着那个绳子 就一直往上爬 一直爬 一直爬 后来就醒 醒来的时候 晚上都是寒 他说 是那个白天 我看一下时钟 我看一下时钟 早上九点多 然后 这个梦也太真实 很真实的梦 师兄 像你的人生 经历这么多 大风大浪 其实你的经历 可以给像你相关经验的 年轻人 有很大的鼓励 那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想要跟观众朋友们做分享 我觉得像我这一种 已经要死的人 都可以靠过佛法 来改变自己 以前就是 自己也做过很多不好的事情 都可以改变自己 我觉得不要走错路 走对方向 佛法是可以改变一个人 跟教 跟教 另一个人 改变命运 所以你就是一个 通过 学佛 来改变自己的人生 对 一个很好的例子 也是妈妈的机缘 我才有机缘不到 对 有的人就会这样子 就是要经过了一些 一些 一些苦难 我们说苦难 人生的一个转折 才会感受到佛法的珍贵 其实像现在社会环境里 就有很多诱惑 接触佛法 其实可以导致 我们的一些行为思想 对我们 其实我们的这个社会 未来的环境 都有非常好的关注 所以学佛不只是老年人 那年轻人 像我们年轻人 也都可以多接触 听闻佛法 好 那这边再来是 感谢我们的 蔡师兄的分享 好 那大家如果想要了解 更多 心灵法门的资讯 那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 来跟我们联系的 那今天我们 节目就到这一边 感恩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